从来我们讲什么刚刚 欢迎大家收看南洋视频 我们今天讨论一个热点话题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中澳之间出现了一个外交上的纷争 中澳之间这个关系 这两年一直不顺 但是最近呢 是因为这个漫画事件炒得非常的热闹 那么漫画这个话题 涉及到这个澳洲军人残杀 这个平民的事件 这个我觉得跟中澳关系 实际上不是太相关 我们改次再来谈这个 我们其实先关注一下 中澳关系它到底这两年出了什么问题 您觉得谁的问题 谁的原因 谁应该负责 中澳关系当然了 中国一直在积极 在跟澳大利亚 从贸易上 从一些包括那些教育这个市场 中国为澳大利亚提供一个很大的经济上的收益 这一点已经大家都看得到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澳大利亚一直在防备 充满了那种敌意 就是要跟中国呢 又太害怕太过依赖中国 但是它的经济呢 态度怎么来的 因为这个就是讲回澳大利亚 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呢 什么态度 尤其是整个亚太区呢 它偏偏又处在一个这样的 它的地缘政治 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地区 对 它不属于这个地区 如果白人 这个主要是 对那个白澳主义的 白澳主义作祟 所以他一个特朗普上来了 马上靠过去 特朗普绝对是迎合了 而且看得到 因为特朗普也看到美国的危机 那个危机就是他的人口的比例 一直在一直在下降 这是美国的问题 就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澳大利亚刚好说我们是同病相连 澳大利亚二十年前就有这个汉森 对对对 二十年前就有一个叫Pauline Hansen 这个杂货店的老板娘 女政客 对对对 这个杨婆 就是非常极端的在抗拒亚洲人 对 但是澳大利亚的人口一个不够 它这个国家呢 除了亚洲的经济 对 如果要把经济带到另外一个高度的话 有一个国家能够配合得非常好就是中国 中国的人才 大市场 非常大的人才市场 其实不是单单人才 我觉得 人才很重要 我知道 而且是最高端的 你看到澳洲我们看到很多亚裔 不见得都是来自中国的 比如说印度尼西亚 韩哥 但是最高端这一块呢 当然当然应该还是 比较有钱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澳大利亚有那个越南人他们以前都是有些难民 对越南人 可是越南人的那些越南的那个区呢 新加坡人也很多 好像都是有一些是那些 那些黑手党 原本就是老龄化 都能够狭向 对对对对对 他的远亲的 他遥望啊 他很孤零零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危机意识 对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 这个我们每次在讲 宗旨兵法 所以要知己知彼嘛 要知道 知彼 要知道对方的心思 OK 知道他这个心思 中国应该怎么做呢 我知道他的心思是一回事 如何去 当然啦 不要打草精神 对啊 对啊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 经济的力量 按照这个贸易量 应该说 澳大利亚 跟中国呢 在这一块的交流 会越来越 越来越密切 就是他这个市场是一定会越来 他一个互补 因为市场是很大 他是互补的 对 所以有人是建议说 哦你不要太过 把什么蛋全部翻 是 说是怎么容易 可是你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他一直在我邻居 他一直在跟我购买 还是还是他说了算 对 这个是逃不掉的 对 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 我觉得澳大利亚这个 新任这个总理啊 莫里森 他实际上这个 他实际上是从这个 某种程度上有这个 白澳的一点 意识在里面 我觉得 我们就要 你要他推出这个 澳大利亚几十年下来 你注意看 澳大利亚 出不了一个政治家 都是一些很平庸的 他可是他的那个资源非常丰富 他们还是得过着一种 很悠哉闲哉的生活 但问题是这个 莫里森 我觉得他有一种 他不是单单有一种 他现在在配合 美国一个叫特朗普的 美国这个特朗普呢 搞不好 他们之间的四言堆话 就告诉他 你看 我们现在面对这样一个东西 口黄症 黄祸的黄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 一个 但我觉得莫里森 或者说整个他的澳洲的 这个 这个精英阶层啊 他还有一种那种傲慢 有一种傲慢 白人的那种 傲慢 对 他看不起你 他觉得你这个价值观 那个价值观 你是不是低劣的 他看不起还是他有这种 因为对于 不属于自己同类的 都会有这种排斥 更何况他们这种 白人的那种优越感 已经是从 那个 搞不好 应该说 不会少过一百年嘛 对不对 那怎么去接受一个 现在未来 而且很快的 中国可能要多 都要超越了各方面 对不对 心理上 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去调整 这样我总结一下 那就是老公 其实这个意思还主要是 中澳交恶主要还是澳洲的问题了 当然了 那澳洲其实他也不是一直交恶 他之前几任这个 之前的政府还可以 但是你不要忘记 澳大利亚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政党的轮替随时会变天 对对对 所以他的政策也稍微会有一些变天的 美国已经变天了 所以 现在那里可能压力很大 对 现在面对的对手是 你不知道他明天 对不对 今天他跟你很好 你也不要太开心 今天他跟你不好 你也不要太伤心 因为他们是一直在改变的 对 这是他手法 但是主流的应该是 他还是对中国这样 有防范 充满了防范意识 但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最近啊 这个陆克文他出来讲了一些话 就前总理啊 前总理 陆克文他这个 他有一些这个观察 他说 澳洲应该学一学日本 因为他的观察是 日本也是美国的同盟 也是很多政策紧跟美国 但是他不会所有的政策都跳出来 去指责中国 或者所有的都紧跟美国去一起指责 他有一个话说 把把那个 那个什么 扩音器放下 他的意思说 你不要高声大喇叭喊 不要去什么面 都坐在面上去批评别人 是吧 你们内部可以交流 你们你们思想可以解决问题 对 但是你看日本 日本你看看日本的历史 整个日本的文化 其实都是从中原的 但是日本为什么今天呢 因为他靠美国 中国的保护膳 嗯 他看到北朝鲜也是在那边 已经拥和了 他也是 没有安全感 对 这个我能理解 每一个国家都在找安全感 这个我能理解 我讲的是 陆可门他指出的是 你 既然你日本 他可以选择跟美国 选边站 他实际上是已经选边站 选在美国那边 但是他并没有跟 中国交恶 他实际上中日之间的关系 的确 最近还比较稳定 的确 那你澳洲为什么做不到 的确 我们应该这样看 在如果这个全球化成功的话 现在全球化还在跌跌撞撞 全球化如果成功的话 我告诉你 经济的影响力会超越政治 现在有很多西方的政客 就想要抓回来 就是要政治的力量了 不要让经济 跑过我 对 经济的力量是很大的一块 吃饭的问题嘛 所以现在这个莫里森他其实 某种程度上他国内压力很大 所以他所谓的这个转变态度了 放了软化了 但是他放了软化以后 中国那边据说有一个这个大使馆 给他们一个文件说这个有14项 这个所谓的事项啊 这些事项都显示了澳洲政府的一种 对华的敌意 比如说这个间谍间谍事件啊 取消这个学生这个签证和这个学者的签证啊 这个这个病毒溯源啊等等 好多项啊 14项 其实我当时就是想 如果14项不是全部啊 他只做里面的7项啊 或者是5项6项啊 可能可能不会搞成这样 中国政府某种程度上他会容忍 嗯 您觉得呢 我告诉你啦 嗯 每个国家啊 包括中国跟美国啊 俄罗斯啊 这些强国啊 都会想要去增加它的影响力 是是是 OK 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这是正常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偏偏呢 像澳大利亚 因为随着这个贸易量的增加呢 它越依赖中国呢 它越防备 因为它看得出 中国对它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所以它偏要14项多 因为它是很小的 它不成正比嘛 不成比例嘛 我都讲过 但你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你既要这个跟中国维持贸易量 又要把这个关系搞成这样 那你怎么解决 它一定会找一个 它自己解决 解决的方法 对 它一定会 因为为什么 因为看在钱分上 没有办法 澳大利亚需要钱 澳大利亚现在很多基建 经济依靠中国 它的那个市政府啊 找不到钱 因为它是一个高福利制的国家 你还是要回归到 这经济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这个我们对未来的预测看样子 是这个迟早会走回正轨 对 迟早如果按照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澳大利亚亚洲话已经是不可阻导 这句话我希望莫里琛听到 很害怕 那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这个谈一下这个澳 中澳交恶的这个根本的一个原因 到底谁出了问题啊 谁知过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涉及到这个 最近非常热议的漫画事件 我们下次来聊这个问题 漫画事件呢 这个其实我认为它不是 它这个多少显得这个 不是中澳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 或者说不是一个原因 结外生殖 对对对 完全是不应该发生的 但为什么会发生 那么我们下次来讨论 那么今天关于中澳关系的这个 我们的一个分析啊 或者说观察 就先谈到这里 那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谢谢